全球超過29000名的代表和學者 出席這一屆的氣候變遷峰會 希望為2015年的巴黎協議 制定法規 挽救全球氣候變遷的危機 這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峰會 由智力舉辦在西班牙進行 峰會現場掛滿了這一次的目標 就是Time for Action 人類是時候行動改變了 我們必須推廣 讓所有國民主持人參與 氣候變遷 特別是我們必須強迫 現代的年代 進行氣候變遷 麒麗對策氣候變遷 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十分重要 台灣佛教慈禧基金會 第八年受邀參與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 和世界分享近30年的環保推動心得 對 像你所說的 所有的氣候變遷會議 都會提供餐廳的餐廳 不只在醫院的餐廳 但也會在學校、在學校 為患者和患者 回去兩週的氣候變遷會議 世界各國代表和與會組織 通過研討和協商 為下一大孩子 找到一個擁保地球的方案 大愛新聞 黃玉美 林寅議